今集我邀請到著名的風水源學家李成澤博士 和我們觀眾分享中式元素服裝的收藏 和究竟苦年有什麼顏色的衣服適合大家穿著 又或者有什麼顏色的衣服大家應該避免穿著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untain Inc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身邊這位這麼帥仔有型 這麼著名的香港元學家博士李成澤師傅在我身邊 你不做主持就浪費了你 是嗎? 等我設計這件衣服 師傅說你想幫我設計這套衣服 可以設計什麼衣服呢? 我會覺得試試你穿著裙 說起穿裙 今年春夏2022年 真的男裝是輕穿裙 不過是及濕的 如果大家還未看的話 不妨在上面按鈕 看看我們最新的春夏2022年的潮流資訊 先說重點 設計雖然很重要 但是一個人的氣質和磁場更加重要 穿衣服好看每個人的比例 師傅穿的衣服每次在相片都很好看的時候 因為她穿的衣服適合她身材比例 所以你量度得好 我是一個藏門師傅 身邊這位是一個玄學智慧的師傅 不是的都是一樣的 其實玄學家風水智 如果真的用心為客人去剪裁 朋友去剪裁 就自然會做出一件好的藝術品 這句話我完全同意 我想問師傅 你其實在這麼多時候出現衣服的場合 要穿中式元素的衣服 你會怎樣去挑選 或者怎樣覺得搭配中式元素的衣服 才適合你自己呢 我覺得郭朝風是一個大趨勢 郭朝風就是中國的潮流的一個新趨勢 其實近幾年中國整體上都流行的一些 其實將傳統的一些中裝就隔身 就變成一些很有潮流很有品味 甚至乎她的市裝展覽都很多 我今天想邀請師傅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的中式元素的目裝收藏 我看到身邊師傅帶了幾件她的真愛的設計 可以跟妳分享一下嗎 我可以分享這件嗎 這件是很棒的 其實是很重的 像整件盔甲一樣的 它的意念來自以前 一些士兵上戰場時穿的盔甲 但就經Manton設計 將收腰的布料 深淺色對起 令到尚本身更加疑 而且腰本身特別瘦 其實我都不瘦 可以的 這個視覺上是好 而且這件衣服永遠都不塗 我從來沒有塗過 什麼時候拿出來在衣櫃 都會覺得我不會脫掉了 是很重要的 接著介紹這個 手工非常多的 我想豬片其實在80年代 90年代很多 但當時設計上 未能夠配合到現代潮流 但其實豬片是一種手工 我覺得很多地方都有釘豬片 釘過手工 但我們中國這件事 其實真的源源流長 我覺得好像這件衣服 其實它用了一些簡單 簡約的圖案 但令到其實 給人感覺是有一個層次感 有一個高貴感覺之餘 其實它不足套 整件衣服 如果穿T-shirt 或者穿衣服 或者穿SUSA 都可以配合得不錯 接著呢 我當然要介紹一下 我曾經上過鏡的衣服 例如這一件 這件其實在燈光底下 它有些金 扭出來的 其實會令到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戴很多飾物 但在身上 其實已經好像戴了很多飾物 還有中裝有一個好處 好像扭扣很多 但其實要換衣服的時候 換衣服很快 那個動作是比其他藝人 其實是快很多 但穿出來效果好 嗯 即是方便快捷 這一件就是一件炮紋 炮紋做在中裝上 都真的比較少 但今年 賭苦年 苦年其實迎合 其實我覺得 不失一個潮流之餘 整件衣服很型格 我覺得這件衣服 我平時都穿得很多 因為一穿出來 人們總是覺得很型格 但我覺得其實很方便 我覺得有點尷尬 因為呢 我是一個設計師 站在一個 穿著我的設計 的營人身上 感覺他有一點 不好意思 讚賞我的設計 不過其實我做設計的時候 我好看每一位顧客 特別是師傅 他的氣場 和形象 應該怎樣去設計 一套適合他的時裝 在這個設計上 其實我找到幾個共通點 首先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 在視覺上面 可以增加自己的高度 收窄你的闊度等等 其實還都是用比例去調整 所以這個視覺比例 其實是每一位男士們 穿衣服的時候 是要留意的 第二件事就是 師傅他穿衣服 其實他很有自己的一個風格 有沒有留意到 師傅特別喜歡 將他的白色襲衣 外露出來 在衣服 會不會是腳短了呢 其實呢 如果那個比例上面 沒有了外面那件 短的上身 在你視覺上 就是要收斷了 但是呢 因為上面 面那件的外套 它是短一點 所以 搭配鬆一點 甚至長一點的襲衣 是沒有問題的 好 多謝 各位觀眾 你一福了 既然師傅在這裡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苦年的時候 五行的元素 是穿什麼顏色 好 其實今年呢 就 納春的八字 是缺了金的 缺了金 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會缺了金 金呢 在身體裡面 是代表呼吸系統 和長度 是 今年整體呢 水頭充足 經濟不足 溫過呢 就要注意水太多 那些水災 那些人要擔心 地震是有機會存在 所以地震大 那我想 就真的沒有碰那麼多 最後一句呢 就是 人民介護族 但是呢 龍蟲族造養 嗯 其實我覺得就是 那些動物染疾病的機會 那些食物帶來 這個病毒的機會 是很大的 嗯 之前已經發生過了 希望呢 我們感慎對 寵物 以及感慎對 食物的衛生 那今年呢 就自然是安樂一點了 是 所以說 醫著方面呢 很多時候都會跟回 流年那個 九公飛升方位 那今年 五行歸圓 就是北偉 這個呢 就是屬水的位 那就是說 其實偏材星呢 就是北偉 那同時呢 藍色屬水的顏色 水的設計 是屬偏材 是增和偏材 哦 藍色 那反而呢 你說米白色 淺啡色 一些叫淺土色 那這個是今年的財色 亦都是泰水的顏色 那你知道 你是桃花旺的 但是有很多種 土花就需求 那今年呢 紫色是最黃土花的 紫色 紅橙都可以考慮 紅橙 而青綠色呢 是文昌色 是名氣名譽 或者見功入學申請等等 是 最好用很淺很淺的綠色 但是五黃入中 五黃是代表血缸自在的 是 是 二黑就是困圍 所以其實是代表病的 那兩者普入呢 就是黃和黑的顏色呢 就適當地用 通常呢 就不是太理想 尤其是黑色 一用而令人情緒低 所以自身的體質呢 有機會 因爲情緒降低 那 健康的問題呢 就今年 仍然要擔心 那 雖然你說五黃入中 是代表一方有在八方呼吸引 或者這個大的災難是受到疫難 那就是說呢 很大機會呢 這個疫情呢 受到壓止 嗯 就是說呢 我們有機會跟病毒有共存的可能 甚至乎呢 通關或者是能夠 各與各之間流動之間呢 都可能還有一些疫情有存在 所以呢 我想穿衣呢 都是穿一些 比較容易提升自己的情緒 還有沒有太沉淨的顏色 那同時呢 就 塞料上面呢 嗯 比較容易清潔 會更好 其實這個呢 我覺得是 一些防菌的衣服 如果你設計一下 就真的非常之好 如果要乘飛機呢 我就會 買好幾個 自動輸毒的衣服 那還有 綠色 深綠色是是非的顏色 炒藍的顏色 那 你不怕人緣好 通常一般市比多的人 就沒有再做一些深綠色 是 尤其是要聊生意 我想大家經歷了幾年 疫情呢 就 情緒 和 比較製造多些 嗯 大家都想 在陽光與海灘 去旅行 開心點 熱鬧點 因為我們其實在隔離時段 都比較簡單 所以我覺得有些人氣 熱鬧的顏色 看起來都更開心 嗯 今年的時裝潮流 正正是流行 是比較豐富色彩的顏色 還有呢 都會同時間 是一個 Tone on Tone的色相 即是 Beige on Beige 白色 on白色 比較clean些 簡約些的色彩 所以這個 Contrast 這麼大力 有鮮色 其實兩者可以並存 不過儘量避開黃色和黑色是最好的 多謝今集的師傅 特意帶了他的珍藏水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苦年的顏色上的選擇 那麼觀眾們 你有福了 我爭取到三本師傅送出的 親筆簽名風水書 如果大家喜歡今集的分享 不妨在留言區裡留言 問一下師傅問題 當然 最重要的是 訂閱我這個頻道 Mountain Game 還有按鈴鐺 下次有影片的時候 你會即時收學到 大家都記得要 追蹤師傅的IG Facebook 公祝大家 苦年快樂